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儲存 原則上你就直接保存就好 它有自己的專案檔 有沒有 有自己的專案檔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重點是發布這一邊 發布這邊 發布這邊它有三種選項 有三種選項 好我按一下發布 有沒有三種選項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像我們 第一個介紹那個夾上一樣 就直接到雲端就好 你就給它網址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直接變成影片 你自己選擇你要輸出到 比如說你要放在YouTube 要放在FB 對不對 或者放在雲端一點上都可以 第三個當然就變成GIF 不過一般來講 其實你這種動畫變成GIF 除非要真的很短 不然的話效果會比較差 因為如果你全部都要的話 是不是檔案就會比較大 效果也比較不好 而且有沒有聲音 沒有喔 沒有聲音的 我們先看輸出層視訊的部分 下一步 OK 那首先它會幫你變成這個 MP4 預設的格式 它也會告訴你這段影片的長度 因為有兩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是9秒鐘 第二個是10秒鐘 所以它就那個做完了 對了順便提一下 如果說你兩個場景之間 請問PowerPoint有沒有一個功能叫做轉場效果 有對不對 請問這裡有沒有 不要看到簡體字就那樣子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這個可以做啦 但是說真的 通常我們不會做太多啦 不會做那種太誇張的 你了解嗎 如果你要做那種誇張 回去PowerPoint嘛 所以其實大部分會做比較常做 一般大部分都是淡入淡出啦 或像這樣簡單的推移就好了 就不會做太複雜 這樣了解喔 好 所以我們重新回到這邊 發佈這裡 視訊 好 但是重點你要把這個打開 各位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打預防針的那 影片格式啊 不快喔 7201080VIPA要付錢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沒有關係 你看它 雖然給我們576 可是你可以輸出到1024x576 是不是也算蠻大的 只是當然它還是會有一個浮水印啊 就應該是左上角 會有一個小小浮水印在那邊 那至於說你如果想要其他格式 你也可以在這邊選 那麼在這邊 如果你要啟用動態模糊 事實上是可以的 什麼叫動態模糊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超人 那個電影 或卡通 咻 你會看到殘影嗎 那叫動態模糊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的物件移動的比較快 你有勾這個 你就會看到 薄薄的一片霧在那邊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 修過去的那個效果 就叫殘影 這樣了解動態模糊 那麼這個各位一般來說 你用到機會比較少 但是如果你真正在做影片剪接的話 我們 知道那個圖片 我們剛剛不是用過 PNG或SVG是有去備的 請問影片可不可以去備 當然可以啊 如果你是沒有背景的 就是背景是透明的 那我就把一些動畫做好之後 我拿到剪接軟體裡面去合成 加上我們自己的影片的內容 可以 但是它只能支援就是一定要用MOV 有沒有發現我勾起來之後它就自動跳到MOV 當然檔案也會比較大一點 檔案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呢 如果你這邊不是你最終的就是 產生影片的地方 你希望還要做其他剪接 你就可以 輸出成這種格式 好那帶到其他軟體裡面去 當然你說我MP4可不可以帶過去 也可以啊 只是沒有背景透明而已 就沒有背景透明這個功能 這個是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好 那如果好的 我就把它按輸出囉 那輸出的時間就看 就是那個你的什麼影片的長度 還有複雜的程度 我的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這個我先停止 我先順便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還有這個嗎 對不對 我先用這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呢這個 只有多一個東西就是 因為它發布到什麼 雲端上 所以你需要幫你的這個 視訊加一個 進一個名稱 還有你要選一個類別 好那你決定要不要公開 要不要讓人家下載 好要不要讓人家下載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傳上去了 你可以選擇替換 你就可以直接勾 因為這裡勾起來 它會找你 已經上傳到上面 看你要替代哪一個 好替代哪一個 那這邊有一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預設的標題 不能用這個 你應該知道吧 各位Office用過 未命名一未命名二 這樣不負責任 你要給你的動畫一個名稱 你不能用預設的 所以如果你選這樣子 它會告訴你 不能用預設標籍 有沒有 你要改 第二個就是你要選一個類別 你要選一個類別 至於視訊的配置就是剛剛那個一樣 就跟那個一樣 下面這兩個內容 主要不是給你看的 是給誰看的 搜尋請看的 這樣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 我又不想要公開 也不想要讓人家下載 這兩個就不要勾 它就只能在雲端上 待會 存出去之後會有一個網址 好我就像這樣我把它發佈 那它除了輸出成影片 它會上傳到雲端 這樣了解 OK 那就給各位試看看囉 來 謝謝